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王子履行的最后一站是地球 在非洲沙漠里 他遇到了一条蛇 看到四周无人 小王子问 人都在哪呢 沙漠里有点寂寞 蛇意味深长地告诉小王子 人多的地方也很寂寞 小王子来到地球后 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便是正式孤独 学会独处 心理学家欧文曾打过一个比方 他说 我们都是在黑暗海洋上行驶的孤独船只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船上的灯光 虽然我们无法触碰到它们 但是它们的存在以及处境的相似 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安慰 是啊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今天 灵灵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学会享受孤独 是我们一生的修行 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心灵有约》栏目 下周一早九点 楼音FM频道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